昨天我们说到在乾塘江潮上发生惊人一幕 乾塘江大潮居然把石栏杆给冲倒了 当然没有发生大的人身伤亡事情 但是这样的事情每年都有 事实上伤亡也还是每年会发生一些的 但是确实由于乾塘江大潮太漂亮 太壮观了 尤其是8月18的大潮 吸引了无数人来这里观赏 而每年中央电视台转播乾塘江大潮的节目 也吸引了很多观众 乾塘江潮有各种各样的样态 这个确实交叉潮 什么三线潮 各种潮水 涌入乾塘江的喇叭口 确实是非常壮观的 而在海盐在这个乾江的沿岸 去观看这个乾江潮 也是一种人生叫什么呢 壮观的这种洗礼 这种大潮扑面而来的感觉 这种多巴胺的一种享受 确实是非常不错 当然这样的潮水 一年就这么一次 确实是蛮期缺的 所以再要看到这种壮观的潮水 等明年的8月18 这种大潮水